明镜广播电台 中央社发布记者邱国强 北京报道 题目是 纽约时报 习近平正为刘润王岐山铺路 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能否在中共十九大后刘润 始终受到瞩目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消息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想被七上八下的规定约束 目标四是为刘润王岐山开道 这项报道指出 习近平为了继续流用一个强大的盟友 也许正在想办法改变这些规则 而他已彻底改变了许多政治常规 而中共领导层人事变化的幕后操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王岐山的去留已成为变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之一 王岐山今年七月满69岁 按照中共政治局七上八下 即新任政治局常委以67岁为上限 达68岁则在换届时退出 这个不成文规定 将在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退休 报导引述一名认识几位领导人 现已退休的中国大陆官员说 王岐山勒问的可能性很大 但并非一定如此 因为习近平说过 年龄的规定不是绝对的 这被理解为习近平希望官员们考虑 让王岐山再担任一个任期 报导说 一名与中国大陆高层有广泛接触的美国前官员说 两位与中国大陆高层领导人见过面的人透露 习近平曾淡化七上八下的规定 这名美国前官员说 习近平尚用明确要求让王岐山留论 而是通过提出年龄的问题 对未来几个月的讨论中 应当考虑王岐山留论一事 发出了讯号 报导用直言不讳且好斗一词 形容王岐山 并指他过去政绩不凡 如今领导中共东阳纪律检察委员会 推动习近平的反腐政策 并将中纪委的作用 扩大到监督对党领导的忠诚 但报道也指出 虽然习近平很强大 但他可能不得不做出些让步 王岐山留论的可能性 也许会成为党内精英 为选择新领导层而做出交易的牺牲品 特别是可能有人怀疑 习近平留用王岐山 是想试探自己在两届领导员任期过后 能否保留权利 至于2018年 由王岐山接替李克强 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传闻 北京政治评论者邓一文说 除非习近平让王岐山对经济有更大发言权 否则王岐山可能不愿意 因为习近平可能不愿意让出这个权利 而李克强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原因大家都清楚 真正的权利不在他手里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收听